然後前陣子就是有一個新聞 他就說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他剛好就是客人上車 然後要麻煩他 就是載這些客人 到他們慶生的地點 然後在這個途中 客人們就玩得很開心 整個就完開囉 還等不到在Tolly現場就先開車 然後就在後面很開心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在後面 開始砸蛋糕 他們是怎樣 上車前有喝過 砸蛋糕 對 他們就在後面就開始砸蛋糕 然後自己玩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他們還吐 然後就是反正把那個車上 弄得亂七八糟 然後一直嘻嘻哈的 那個司機 我覺得他也不是省油的 但是他很厲害 默默地就把車 直接開到警察局的門口 就是這樣 報警抓人 真的 這個馬上就要 賠那個清潔費 對 然後重點是乘客一看到說 不對勁怎麼到警察局 立刻想要從後車廂逃跑 後車廂 太厲害了吧 從後車窗把整個挖開喔 挖開 從那邊爬出來 對啊 後車窗跟後車廂 現在都可以跑 都可以跑 還想討好就對了 罰網恢恢 疏而不漏 所以全部通通都把他抓進警察局 這一定要給他們懲罰的啦 因為這真的會影響交通安全 而且再來這種沒品的行為 為什麼一直不斷地在發生 真的 所以這些奧客 真的是無下限 我朋友親身經驗 因為我朋友是貴姐 然後他們的專櫃有一層 就是賣很多金品 珠寶 然後跟衣服 然後它是站櫃 是站服裝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櫃位 是賣珠寶的 然後就有一天 就有一個阿姨 來那個珠寶的那個店上 就是她賣金式的 她說她要退貨 她不是要換喔 她要退 而且是退一個 她兩年前買的 兩年 她說不喜歡 她要退 兩年耶 那當然沒有 那我們買進來 每個東西都可以退 賣賞期就有獎了 對 三十天嘛 那個專櫃小姐 就很有禮貌地跟她說 兩年了已經不能夠退了 這個是金式 所以你可以拿到金店去換錢 然後你再去買 你喜歡的款式 結果那個阿姨就不高興 她就帶了一把小椅子 從早上十一點 百貨公司開門 坐到九點半 不管是誰經過 她又在那邊 爛店 不要掛 撥不好 太多不好 不要掛 這樣子 她就一直這樣子 她就是鬧到 她就是鬧到 你們沒有辦法做生意 她坐兩天 然後主管出來跟她說 對不起 說不好意思 這真的沒有辦法換 然後講了很多法律的程序 可是就是不行 然後到了第三天 阿姨還是來 還是堅持要換 而且不讓任何人 靠近那個店櫃 沒想到那個知名的百貨公司 就跟那個金式的 店裡的主管說 請你退錢給她 不然我們這層樓 都不能做生意 她就真的成功換 就是拿到兩年前 買的金式的全額的錢 還沒有打折 珠寶店的專櫃小姐 氣到離職 她覺得 我在那邊被罵了三天 結果是阿姨 對 然後我還要退錢給她 這樣不行啦 這樣講下去 好像會找的人有堂吃耶 各大金式店開始很害怕了 對 我覺得她真的是 就是傲克當中的翹楚 這不可學 所以立東你的聲音沙啞 是因為常常跟人 瞧事嗎 沒有啦 我這個也是 因為我朋友 在精品店上班 百貨公司精品店 然後因為我好不容易 那時候算是在演藝圈 混了一陣子 就存了一筆錢 我想說要好好投資自己 所以我就想說 順便去光顧她 因為我朋友在那邊 然後她可能也會算我一些 可能小折扣這樣 然後我就去 試 然後就試衣服 然後試了一件外套 我就覺得試了還滿喜歡的 這時候就有一對母子走進來 那個女生就看起來 雍龍滑貴 然後那個男生很明顯 就不是她的小狼狗 因為她的臉是臭的 很臭 通常妳是小狼狗 妳不會那麼悲傷 不能把情緒表現在臉上 阿姨她不想努力 這應該是她的職業 所以很明顯 他們就是一對母子 對 所以兒子 就是不想跟媽媽逛街是不是 就是那種典型的 然後結果她媽媽就突然就問說 那這個身 這一件 這一件多少錢 你說你身上在餐的 對 然後她就說大概兩三萬 她以為你是店員嗎 不是 她以為她是模特兒 她問那個店員說 這一件多少錢 然後她說兩三萬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還有嗎 然後她就說 我那個朋友就說 不好意思 這是最後一件 然後她就說 那我要 脫下來 我要 然後我說 直接搶別的客人身上衣服 她是說 要我還是要內衣服 你想太多囉 然後想吃一點比較軟的飯 真的嗎 然後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就是幫我說話 因為我這個是這個先生 先看到 所以已經說要買了 他已經說要買 他說我不管 他說 你 請問你知道我是誰嗎 是誰 不知道 請問你是哪位 然後對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還說 請問小姐 你貴氣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我是這間店的VIP 我一年在 我一年在這間店消費 是上百萬的 上百萬的 你去 這時候立東就真的 拖下來說阿姨來你請 你去跟其他人講說 Michelle是誰 他們都知道是誰 Michelle 對 沒有人不知道 那要看是Michelle6 還是Michelle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那個店員的朋友 就很緊張了 因為他說 他臉這麼臭 然後他說 去叫你們店長出來 不然我跟你講 而且我直接跟你們 一句電話 我就可以弄到總公司去 他都還沒試穿是怎樣 然後那個就很乾淨 可見你那一件外套 你穿起來多好看 我這件有多帥 帥成這樣 大家不可以搶耶 對 好 我覺得重點是 你的人加分 對 他是衣架體 謝謝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太尷尬了 我就乾脆脫下來 我就脫下來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給你啦 你先試穿看 對 你先試穿 然後他就說 他就拿給他兒子 就你去試穿 然後一穿出來 然後 一穿出來就 小花 溜溜溜 然後他那兒子臉 更臭 然後麻雞好醜 可以啦 這件可以啦 他們兩個就開始爭執起來 他說我不要買 他說我要買 然後我就在旁邊 就突然又放一個冷箭說 所以現在是不買了嗎 然後那個媽媽就 沒有 我要買啊 我一定要買 後來就硬買 然後那個 他跟那個 就一直推 丟給他兒子 他兒子就不要 然後一直推 就這樣離開 離開那個店面 所以他兒子根本不要 他買的是爭一口氣 對 好厲害喔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前面的懷疑 謝謝你 因為我本來可能買不及 然後 他硬買了 後來你常常去那個店裡面 試穿嘛 對不對 等那個 米秀姊姊來 月姊 更誇張的經歷是 那時候我去看房子 他還說 結果後來說那個王力宏 就是他的名字就叫王力宏 沒有王力宏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知道嗎 你很誇張 但是我們之前也是開過滿多店 所以相反來講 除了澳客以外 我們也是從店家的角度出發 其實滿常看到 你今天是店家代表 對啊 沒錯 因為開過太多店 之前我們有開過一個 日系連鎖的拉麵店 然後那個來的都是年輕人 之前就來了四位就很壯 看起來就是像那種 體育系的這種大學生 以赴就是一碗吃不飽 對 然後他們就進來 然後想說 加麵加湯 能夠餵你們 餵飽你們我們也很開心這樣 然後來了以後 也是一樣點了四碗 點了四碗以後 我看他們說 吃好快喔 我想說該買單走 因為外面還有人排隊 結果一看就說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被親門那個人來一下 我就看嘛 他說裡面有頭髮 你說頭髮 你說頭髮 我有頭髮 我還拿錢給你 謝謝你對不對 但是他又不是說我 他說可能你們那場的人 我想說可能 那場的人可能會出錯 但我仔細一看 他的頭髮大概 裡面的頭髮大概就是那種 染的那種金毛頭髮 對 我們裡面所有人 包括那場外場 沒有人有染過頭髮 是每個人都一樣跟你那場 那叫光頭的店 我也沒有這種店好不好 所以那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要為了這根頭髮跟它炒 但是那個拉麵也大概一兩百塊 我們想說好了 沒關係 就做個客戶服務好了 說沒關係 好 那我們幫你換一碗 重點是他已經吃完了 剩湯而已 我說好 我幫你換一碗 我這樣拿去換的時候 他說不好意思 我剛剛點那個豚骨拉麵 我現在我想要吃醬油口味 還給我換口味喔 這太明顯了 那這樣子要不要給他換 對 那時候我想說 我已經端出去說好 要給他換了 而且他就這樣講說 好啦 沒關係 就做個口味 反正學生嘛 幫我留個 這個五星的那個好瓶就好 就拿來換完以後 沒想到 通常頭髮是在中間跟麵 菜角或在一起 哪會在湯底 會在吃完的時候 下去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不好意思喔 可能這個頭髮 我們剛剛看過 我們有問過我們的內場 基本上來講的話 應該不是哪一個人的頭髮 所以可能也沒辦法再 幫你換這一碗麵 他說你不讓我換是不是 那你完蛋了 我是你們這個房東的侄子 我就叫我那個叔叔 我不要租給你們這樣 就開始 槍得很兇很兇 本來想好好處理的 整個引發了你的戰鬥率 你不要槍那個名號還好 一槍有時候 反而會更惹怒店家 對 對不對 趕快送你個尖角 之類的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 你槍一個房東起來 我說好 沒關係 我們就偷偷示意 我們的那個妹妹 行政妹妹打電話 因為房東就住樓上 他是二樓 我們是一樓 直接打過去說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長得很高的 那個是你的侄子嗎 他說 對 所以根本就是苦難 用那個名號來想要來A你 我們就當然就請他走 我想說很生氣 就剛才講說不好意思 剛才那個房東說 沒有這檔事 那我們在 我也很客氣說 那你們四碗面 我都不算你錢 然後就請你們趕快離開 因為後面還有人在等 沒想到隔了一天以後 在我們的那個臉書上面 留下一心的負評 對 就寫了啦 多難聽 還說什麼 我們服務多差 多差什麼的 我們就想說 這個能怎麼辦呢 所以這對店家來講 也是一個危機處理 尤其因為現在喔 有很多新的店家 大家要去光顧前 都會習慣看一下 那個新型書跟幾天 然後你看評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有的時候 哩哩啪啦 哩哩啪啦 一場串的一顆星 同一個事件 後來他們這家店 它整個換名字 就想說用一個新型態出來 那一群人不放過他 繼續在那個 新的店家下面留言 但其實我看他其他的評論 除了那個事件之外 還是一個好店家 對 所以有時候要有一點智慧 去判斷 那可是這種奧客行為 都已經明強國際了 是不是 就一個 我們就是丟臉丟到國外去 對 我們知道 大家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 就是日本的電車 或是他們的那種 我們講台灣的捷運 日本的電車 或是機場快線 其實它電風時間人都很多 超多 那特別是上下班時間 有那個一個群組 叫做日本打工留學群組 就有人在上面PO了一些照片 就說這真的是丟臉丟到日本去了 就是有一群自由行的年輕人 那他們就提了行李 那等於是說這個行李 一人兩箱 然後有七八個人就十幾箱行李 他們上了電車 因為為了要省錢 結果他們就一群七八個人 就站了兩排 然後每個人是面前 都兩箱大行李 對 就把所有的走到站住了 那站住之後 他們還在那邊嘻嘻哈哈聊天 聲音很大聲 你知道就是說 你去日本做他們的大眾交通工具 其實都是很安靜的 那也不會有人來跟你講說 不會 但是大家就會側目你 對 日本人會一直側目你 對 但是他不會來跟你說 小聲一點 大聲喧嘩也是算了 你知道那個車子 在行進的時候 行李是不是會滑來滑去 那就從這邊滑到那邊 那邊再把它推回來 那很危險 就又危險又吵 而且又佔了人家很大的空間 就有人去跟列車長講 那那個車上就開始廣播了 因為中文也唸 韓文也唸 日文也唸 他就唸了三種語言 就是叫你不要暫去走道 然後要小聲一點 但是他們應該聽得懂日文 聽完之後哈哈大笑 結果做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全部就趴在心理上睡覺 裝睡啊 裝睡 安靜是安靜的 可是就是沒有把走道讓出 讓開 對 那這個日本人 他們就在想說 這是應該不是中國的吧 就看到我們不是 行李都會掛我們的那個 航空公司的牌子嗎 就一看 這個是來自台灣的 台灣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新聞 又被報導回來台灣 所以就等於就是一個丟臉 丟到國外去 就是你當奧客 還可以當得這麼的理所當 之前也是有一個新聞 也是在駐日本的民宿 然後日本的民宿不是都有很多 是那種合適的嗎 然後紙門全部被戳一個洞 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戳一個洞 他就說這樣拍出來說 你不要把我這個宣紙 這樣戳成一個洞一個洞的 我是要怎麼營業 全部都變透光了 像我很喜歡滑雪 然後滑雪的話 那個飯店其實都是那個 非常這個 在預訂的時候 都是非常緊繃的 那就是那個旅館的 這個黃金時間 他們賺錢的黃金時間 沒錯 他們就是賺 這個季節的錢 對 所以說他們在預訂的時候 其實就是 他為了讓給旅客方便 所以說他都不會要你付這個押金 然後你都可以取消 沒錯 但是就是有那種不自愛的人 沒錯 他就整排 全部都訂完 然後訂完之後 他再慢慢去挑 他可以的時間 選人部 然後到最後一刻才去退 而且退的時候 因為這個事情實在鬧很大 所以說在那個滑雪飯店 他就PO到那個台灣人的群組說 可以請台灣的旅客不要這樣做 因為都有付款的資訊 對 但是那個訂的那個人 跟他的同學 他的同伴們進來去 嗆那個旅館說 你規定又沒有說 不能這樣做 我就是按照你的規定 就是人家給你方便 你就當隨便 而且你知道嗎 在台灣有一個非常 就是辛苦的地方 就是說台灣人預訂了之後 當天 當天餐廳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法式套餐 預訂了二十幾位 二十幾個套餐 我們食材都備好了 師傅擺盤擺好了 然後要用餐的前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也是沒有收訂金 前一個小時打來說 不好意思 我們行程有一點改變 我們今天不過去 我看那桌上所有的食材 二十個人 二十幾個法式料理的套餐 全部的食材 都已經在這邊了 而且我覺得說 那種狀況就是說 你告他求償 那是一件事情 不可能去告二人 可是你的食材 就這樣浪費 你就白白浪費了 認賠啊 要收訂金 真的很誇張 現在都有收訂金 可是現在收訂金 很多客人也會覺得說 你有那麼不相信我嗎 為什麼我用的餐 還要付那麼多訂金 那沒辦法 因為就是太多人 不遵守規矩啦 信賴關係的培養 那之前有遇過一個案件 是這樣子 就是老闆來諮詢我們 就是民宿的業者 他說先給我看了一片影片 那看到今天就是一群小朋友 他們就很忙進忙出的 出入各個房間去 然後搬東西有沒有 好像螞蟻熊兵一樣 這樣好像很可愛 那我就說 那他們在做什麼啊 他說其實事情是這樣子 他們有一天接到 這個小朋友的來店 說要訂房間 可是他們有六個人 可是這個民宿 只有提供四人房 跟兩人房 他說沒關係啊 那就訂四跟二 小朋友說他們沒有錢 只能去睡四人房 看能不能讓老闆 讓他去住六個人這樣子 這擠一下 可是老闆因為畢竟是做生意 所以其實是婉拒 這個小朋友的要求 那後來過了幾天 小朋友打電話過來說 好吧 那我們就訂四人房 那另外兩個人就是睡宮廟吧 他這樣講的啦 就是睡宮廟 老闆想說隨便你吧 就讓他來了 然後小朋友來的那天 但也確實是四個人沒有錯 兩個人就不見了 但是隔天早上 民宿的小幫手 就是打工換書的那個學生 就跟老闆說 退房的時候他們是六個人 那老闆就說 算了啦 算了啦 這個小事情 就當作美這件事吧 可是民宿小幫手 在整理房間的時候 發現奇怪 好多間房間的門 都被打開過的樣子 而且裡面有一點點亂 可是沒有到很亂 小幫手還覺得說 是不是自己打掃失誤了 老闆就開始調查 他就開始打開電視器看 沒想到那些小朋友是怎麼樣 他們真的六個人來擠 趁老闆不在的時候 兩個人偷偷進來 但是因為房間的背景 只有四組嘛 就是牙刷什麼 只有四個 那些小朋友就去到處尋寶 去別間房間 把他的牙刷啊 然後那個毛巾啊 拿來回房間用 然後退房的時候 還怕被發現非常有心的 把那些毛巾放回去 就超級噁心的 對 超級噁心的 那還好老闆也有發現 真的 老闆非常非常生氣啊 他們就去那種 市府的免費諮詢 就問那個律師 那律師也跟他們表示說 對啦 小朋友這樣可能有 就是違約的狀況 可是你要求償什麼 你頂多就是那些毛巾的 送洗費用的損失 對 備品那幾組 可能加起來不到一百塊 你確定要弄嗎 那老闆就很傷心的回去了 那我們就他後來想一想 越想越氣 就來諮詢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他們都會登記旅客資料 所以其實知道小朋友住哪裡 對 我們就發一個律師函 去跟他爸媽講這件事情 那就好像傳票一樣 那六個小孩 十二個爸媽 就寄集到事務所來了 然後開始開會 討論這件事情怎麼辦 就用這樣的方式 用就是和解的方式 把這件事和解掉啦 那也省了律師費 那爸媽願意負責嗎 有啊 因為其實 爸媽通常都是好人啦 那小朋友也不是說 只是真的很疲 對 那就是無心事過的狀況下 爸媽其實都是願意 為小朋友去承擔這個責任 對 其實像營業場所 消費糾紛是難免 但是如果處理好 是不是就大事化小 處理不好就是火上加油了 對 真正破億的益生菌 靈活順暢 輕盈有感 超牛優惠第二件八折 再加碼現金折扣最高折一千 詳請請搜勇德生計 我有個朋友他們家剛好 就是因為小朋友都大了嘛 要換房子 那換房子大家知道說 一個房子你住了久了舊了 你有很多東西都還在裡頭 那因為新家你要買新家具 你不會什麼東西都搬走嘛 那我那個朋友他們家就想說 有一些舊的 二手的 如果說下一任屋主要 那乾脆就是賣給他 或送他也都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有些東西 沒有完全搬走 然後就交給房仲來賣 然後房仲賣了以後 就順利成功喔 結果那個原本我朋友 他們就想說 好 終於到郊屋這一天了 想說我們全家要回來這個地方 在這邊拍一個照留念 畢竟是我們這邊 住了二十幾年的房子 然後想說 終於要告別了 回來拍照留念 一打開門發現 我們家東西怎麼都不見了 他們本來可能還留著一些 像二手的高級的吸塵劑 還有一些他們個人的私人物品 他們本來想說 這次來要一次搬走的 但那些東西不見了 他就叫那個房仲來問 他就說 我們那東西呢 對 然後那房仲就說 沒有啊 你不是說有些東西 你不要 你要給下一任嗎 那下一任他又說 這個 這個他不要 所以我們就想說把它清理掉 所以那個二手的吸塵器啦 還有一些東西我們丟掉 他就說 什麼 你把我弟弟林書豪 他弟弟有一張林書豪的 我以為他弟林書豪 我以為是林書豪 我以為林大傑好了 林書豪的吸塵器 對 他就丟了很多東西 那包括有一個 他們非常珍貴珍藏的 這個林書豪的這個 簽名的海報丟了 但他們就覺得 我是要回來搬了就不見了 而且他除了丟這個 我朋友更生氣 他把跟著我二十幾年的 小輩輩也丟了 店長就很急嘛 想說客人生氣了 趕快要出來解釋 他說 不是 不是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就想說 前任屋主有一個有一些垃圾 那不要 我們會幫忙清理 當作我們服務啦 然後那個屋主一聽 什麼 我這麼珍貴的東西 你叫他垃圾 真的 一整個就弄了 他說你們這家店的教育訓練 真的很不行 我叫你們的老闆來 然後後來他們真的 為了讓客戶息怒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跑去資源回收找阿婆 一件一件 一箱一箱的翻出來 最後真的找回了小輩輩 那不是很慘 還敢用嗎 那手都還敢蓋嗎 那都好恐怖吧 對 我重要 他要的是回憶 再把他火化掉 他要把小輩的表框 跟林書豪的海報放一起 對 所以這個處理事情 處理危機的人是滿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客人 有客人的立場 店家有店家的立場 所以這個兩個立場 要怎麼樣去溝通 達到一個平衡點 那立東你有聽過 就是很會處理這種消費危機 或是現場的反應嗎 就我有一次去一個 中式的餐館吃飯 然後他們就 我吃到一半 然後就有一個外送員 送飲料進來 然後就問店家說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人點那個 他就是個中餐廳 然後別人又點飲料進來 對 然後那個店家就說 我沒有 我們這邊 沒有人點飲料 然後就有一個人 因為他突然是兩層樓的 然後就有人從上面走下來 那是我們點的 因為客人點 然後他就準備要交 然後可是那個店家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不能禁待外食 對啊 這不是基本的規定嗎 然後他說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就麻煩在用餐期間 不要喝 你可以放到 你離開的時候再喝 他就臉一攤了 他就看了那個外送員他說 超尷尬 對 超尷尬 然後那個外送員也攤在那邊說 所以這 可是我們已經送來了 我真的不能退單這樣 對啊 因為這個不在他們退單的理由 當然 對 他就這樣子 就喘一喘 反正他就是不管了 店長就這樣也看了一下 他說好 沒關係 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都一千多塊這樣子 因為有滿多人 然後他說好 那我付 然後他就轉頭 店長買單喔 對 轉頭就跟他的店員說 今天我請大家喝飲料 漂亮 帥頭 然後再一個人臉垮掉 就化解了這件事情 但還是堅持不讓他在店內用 因為他說這是規則 我都覺得好爽喔 可是不能外食 確實是 這不是基本的嗎 這很基本啊 所以我真的是廢 也沒費 不錯 這也不錯 卡飲料費對不對 對 這個有時候店家的堅持 真的要遵守啦 但我覺得買衣服 有很多時候 就是一點點尺寸不合什麼的 也很有的草 對 我朋友剛好說他在服飾店上班 是個義大利的品牌 然後他就說他們很常遇到 一些很刁鑽的客人 然後他其中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他自稱是 學設計的 然後曾經以前賣過設計師品牌的衣服 Sidam Breeze 龍蝦裝 對 龍蝦 他逛衣服呢 都會戴著皮靴 戴皮靴 然後涼 這個這樣子 肩太寬 少 五分之一吋 就會跟我的肩線剛好 所以他就說他要求他要改 他就會一直嫌他說 這是歐洲人的尺寸 我們東方人應該怎麼穿才好看 你就是不懂了 胸這邊稍微提一下 肩膀少了五分之一吋 就會變好看 這個品牌一直跟他強調說 我們的品牌很不建議客人改衣服 對 如果改了 而且你只改肩 不改別的地方的話 這樣整個那個 卡挺就跑 因為跑掉你可能會不喜歡 然後他就曾經因為買過一次 改完之後 他回來穿就一直嫌說 你們改得不好 是不好看 然後這次他又要來改 五分之一的肩線的時候 五分之一 對 那個我的朋友 就讓他結帳完之後 就問那個店長說 怎麼辦才好 店長就說 然後果然三天後他來拿 一穿上 他就跟那個小姐說 你看 我就說 改五分之一之後 很好看嗎 你看現在是不是剛剛好看 他還少說 你是要放一些假箭頭在這邊 對 假的線 就這樣子 好聰明的店長喔 很聰明的處理方式 然後他這次就非常滿意 然後之後 他如果再說要改的話 他們都會用這種方式 真的 但我覺得總是店家 要有自己保護自己的方法 是 其實要需要很多 像我們之前開業店的時候 有一天那個 我們的人員就跟我們講說 有人在網路上罵你們 而且還帶了一波風向這樣 結果後來發現是一個小網紅 然後他來我們店裡以後 他就PO了一張 他受傷的照片 受傷 就是手挫傷 然後有一些那個擦傷 可是通常客人如果現場受傷 應該現場就要讓店家指導了 他是回家以後 隔天以後才PO這個照片 然後其實還滿多人按讚 然後聲音員什麼 他有拍我們這樣 後來仔細去了解這個狀況 他是說他在我們的洗手間裡面 因為我們那個裡面 他說我們的水都沒有清很滑 裡面都是一灘水 他在裡面滑到以後挫傷 然後那時候照片就附附 他這個手挫傷 但你也知道網美嘛 一定要拍到臉這樣 很美 對 不管怎樣 都是一定要拍到臉 對 不管是風景照什麼的 都要拍到臉就對了 然後一個滴胸下來 而且剛好手的位置 要在這裡 對 半卡這裡 對 然後很多讚喔 對 但我們後來仔細看一下 很多讚 不太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 第一個 我們的阿姨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的營業時間其實算短 以夜店來講 對 所以阿姨都會站在旁邊 一進去以後就會一直拖 因為就是最精華就是那個 對 因為使用力很高 對 有個阿姨會固定拖的 所以應該不太會 我們也問過阿姨他都有拖這樣 然後仔細再看那個照片 不太對 因為他除了這個手有挫傷以外 我們發現那個地上 其實應該不太水 有點白白的這樣 對 然後後來再仔細看 雖然他的那個有這個美容過 美肌過 美肌過 但發現他的那個頭髮 還有這個嘴巴這邊 其實也是有白白的 仔細一看 好噁喔 其實是嘔吐 後來我們只要問了一輪以後 才知道說原來是那個小網紅 當天自己喝醉以後 進去裡面 自己吐了 吐了以後 吐完以後可能想要去洗手 然後又暈 又酒醉 直接滑倒在自己的嘔吐物裡面 所以就整個他用手去壓的時候 可能就直接就這樣滑倒挫傷 然後挫傷完以後 他可能覺得不爽 或者是覺得很丟臉 隔天以後 想說要來報復這個店家 就直接寫了這個 然後寫了很多 留了很多附近 自己喝醉酒還要報復店家 對 然後後來他就直接 還私訊我們的那個粉絲團 就說要求償 所以我們才說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證據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那邊 都有一個監視器 但監視器不可能照裡面 對 但是他剛好吐的地方 就是在監視器看得到 他的入口的那個附近 所以就直接看到他 親子是走進去的 啪 這樣 然後直接就 而且還要摔倒 自己在那邊摔倒 然後還爬不起來那種的畫 因為嘔吐物很滑嘛 對不對 好噁心 不知道我們沒有踩過 真的 好臭喔 千萬不要 拜託 所以我們就直接截圖 後來我們也懶得看看 因為他一直講... 然後一直說 反正怎麼樣處理 就是證據拿出來 不然都是公說公有利 後來我們就完全不回他 直接回給他那一張截圖片 截圖後來 過了十分鐘以後 我看他那張完就默默地刪掉了 然後刪掉以後 他想說這樣就結束了 因為他至少也製到理虧了 然後後來我們的人員就說 不好意思 小姐 因為你們在上面鬧了負評 而且之前幾千個讚這樣 而且還一堆人群起來 攻擊我們的那個店家 我們這部分 第一個我們當場 我們的這個有一個 清潔費要處理 第二個還有是不是有一些 名譽上的問題 希望你們來跟我們做處理 來做和解這樣 當下馬上本來是很兇的 馬上直接隔天就 會了三千塊到我們的戶場 然後我們就想說算了 既然他有這個誠意 我們就不再追了 對 但有時候畢竟這個 所有的這個要保護好自己的 手段跟措置一定要做 我覺得你們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店家要經營起來 那個名聲有多辛苦 多不容易 市場這麼競爭 所以店家也要有 自保的一些行為 就是說如果真的遇到奧客的話 我們有什麼辦法 讓他們限時 對 因為我覺得老闆娘很聰明 就是又不想得罪客人 可是又想要對付這些 吃霸王餐的客人 對 那個是在不知道 台東還花蓮的新聞 就有一陣 就前一兩年的新聞 就說他們 比方說有一條街都是在吃海鮮的 那大家就會口耳相傳說 最近要注意有什麼 吃霸王餐 吃免費餐的什麼幾人小組這樣 然後特徵是什麼 大家就口耳相傳要小心這樣 對 那就剛好一天 就被一個老闆娘遇到了 那這個群就是吃霸王餐的這個金光檔 五個人 然後進來的時候 就是臉上帶有一些酒氣 他就說老闆娘 把你們店裡面最好的菜 全部都端出來 這樣子 那一桌大概要一兩萬塊 也跑不掉 以一個小小海產店來講 算大單嘛 對 大單了 所以就送上去 然後那個大概差不多的時候 他們都吃完了 那其實老闆娘 都有跟員工講要盯著他們 就突然之間一個起來 就站起來說 吃飽來跑這樣 就要走了 店員就去攔她說 這個先生不好意思 你們還沒有買單 對啊 對 你敢那麼大聲說不然來 吃飽 還沒有買單喔 吃飽 那你們還沒吃飽嘛 那我們繼續吃 突然吃到一半就叫說 小姐 小姐 過來 我們應該沒有叫這個什麼 清蒸鱈魚吧 你怎麼送過來了 可是問題清蒸鱈魚 都吃完了 對啊 吃完了才問 我沒有叫 你是不是送錯 送錯不可以算我的錢 他說你剛剛說 好料的都端上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好料 他說我有這樣講嗎 有 你是這樣講 店員就這樣回他 那另外一個又說 就把他叫過來說 小姐 小姐 你這個龍蝦裡面 有那個一個味道 不是很好聞 然後一看 可是蝦也吃完了 對啊 全部都吃完了 你現在說 龍蝦腎殼 清蒸蝦腎殼 全部都沒有 那味道是什麼 反正到最後呢 他們真的要走了 就客人都走了差不多 他們也要走了 然後就 店員就跟他說 那你還沒有買單 他就說 有啊 剛剛你們有一個男的 來跟我買單 然後我給他 他的錢講得很清楚 一萬八千兩百塊 我剛剛付給他現金這樣 店員就是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男生耶 我們的外廠都是女生耶 我們男生只有廚房的廚師 沒有就是有男生來拿啦 不然就是 你們把那個人找出來對紙嘛 然後你就沒有這個 就沒有那個人啊 好會眼喔 然後老闆娘就過來了 說這個先生 謝謝你喔 今天來我們這邊捧場這樣 沒有關係啦 我跟你講 你有看到上面嗎 那抬頭一看 監視器 神明 就是 而且要三指 有神明 這一招也不錯 神明會怕 你看一下上面 他就看到上面有一個 很像燈又很像監視器 你知道那種三百六十度的監視器 就是一個很像燈的 圓圓黑黑的 你有看到他嗎 他說那是什麼 那不是七彩霓紅燈嗎 他說沒有 我們店裡面最新裝的一個監視器 你跟我去櫃檯 我們看一下 看到底是哪一個男的 來給你收錢 那如果有這個男的 我馬上就是這一桌 除了不用錢之外 我再另外送你來吃一餐這樣 突然之間那個客人就 恢復敬意了是不是 沒有 喝醉了 可能是沒有付錢吧 我記錯了 他們就幾個人湊了一萬八千二 付錢給這個老闆娘 因為他根本就是沒有付錢 對 就要擺盒 他就是在 對 但是老闆 他第一時間他沒有報警 對 然後第二次用這個方式給他 那後來記者有去採訪他 就說你這真的是接刺器嗎 他說沒有 那是真的一點 他不是接刺器 發掛技 對 然後因為這個新聞之後 他就在他的門口貼了一張 就是想吃霸玩餐的奧客 請注意本店有 三百六十度的環狀攝影機 對 那就是要避免爭議這樣 對 因為這個方法還不錯耶 簡易是很快 這邊有一個就是魔鬼是藏在細節裡的 對啊 因為這種要吃霸王餐的奧客 其實說實在不少啦 我之前去這個 有一家居酒屋吃飯 然後因為居酒屋不是都會有那種 就是比如說實價 當天的漁獲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點了一條 因為老闆一直說 這個很難得很難得 然後老闆就在邊烤 就邊跟我們講一個故事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店家 可能是被奧客燒得到怕了 所以它的招數也滿好笑的 它這家店的特色 是它的一個辣椒粉 它可能非常非常香 可是也非常非常的辣 是只要加一點點 就會受不了那種 那可是因為老闆知道 這是特色嘛 客人都會加 為了防止大家就是吃出生命危險 它其實有加是 加了很多景語 在這個店門口也有 在那個辣椒罐上也有 然後店員在告知的 在介紹的時候 也會再次告知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說 這個魚上次有一個澳可以來點過 它點了之後 其實也是再不絕口啦 可是吃到快完的時候呢 他突然那個客人就大叫 慘叫 他說好辣好辣好辣 然後把服務生叫過來大罵一頓 然後跟他咬了一杯水 那為什麼呢 他說你們竟然都沒有跟我說 這個辣椒粉這麼辣 現在我家去 不僅除了它這麼辣 整條魚也都毀了 那要我怎麼去付這條魚的錢呢 然後那個店員 因為是新來的弟弟 他就傻住 那只好叫老闆出來處理 那老闆就說 沒有啦 其實我們這邊的弟弟 就這邊的店員 他都會在點餐的時候 跟你介紹 沒有嗎 他說沒有啊 那我可以問一下 那條魚剩多少嗎 就吃完了 剩骨頭 OK 那他就骨頭不能渴 好喔 老闆說沒有啊 我們店門口也有啊 他說我們剛剛直接走進來 沒看到 對 他說沒關係 我們的辣椒瓶上也有啊 然後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老闆拿起來看 情緣沒看到是不是 不知道是真的老舊 所以模糊掉 還是被客人故意弄掉 反正那個上面的標籤 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字就對了 然後客人就開始跟這個老闆吵 可是老闆也不想 也就是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就忍著一張臉 就默默把那個辣椒瓶打開 然後突然就傳出聲音 然後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那是哪來的聲音喔 因為那個很明顯是老闆的聲音 老闆自己錄的 老闆自己錄的 他就是因為 不知道為了發梗 還是為了再次提醒這個 客人非常非常辣 他就是在 他的那個辣椒瓶 其實是一個類似音樂盒的東西 就是可以錄 只要打開 對 就會播放 老闆的清唱歌曲 好可愛喔 來啦啦啦 好鹹喔 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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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唱得出來 真的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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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正因為劇流物 可能是劇流物真的很吵 所以這個奧客可能 也打開的時候 也沒注意到 沒聽到 但是這打開奧客 都傻眼了 對 當然沒 因為現場就聽說 是一片沉默 一再提醒他一再沒看到 奧客其實也可以說 沒聽到啦 不過當下可能太吃驚了 就是趕快付錢 趕快 可是哇 可惡竟然有這一招 太有心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老闆 他其實會走到這一步 他之前一定也有遇過 就是曾經被拗過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 大家分享了那麼多 就是有時候店家 經營有他辛苦的地方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遇到 就是客人提出一些要求 但我們覺得不合理的話 店家有什麼空間是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配合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跟店家們分享一下 那種反擊的小技巧 尤其說剛剛像Paul哥有講到說 在經營餐廳裡面被人家留負貧 那個你真的找不到人啊 而且負貧他如果不願意刪你 就沒辦法 你就很麻煩 所以說之前我們有跟客戶 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好 我們今天以退為進 就遇到一個客戶 他今天就是來鬧 我們忍氣吞聲 他說你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留下你的電郵 我們寄折家訓給你 你要來鬧你就來鬧 你來鬧的時候 我們就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對象 我們就是知道說我可以告誰 那我這一顆心 到你留一個負貧 那我知道我要找誰來消除 但是網路上就是很多 就是那種打帶跑 你今天留了就跑了 然後在FB留了就跑了 所以說這個都是店家 可能要去保護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遇到奧客 有怎麼樣一個反制的狀況 就是說之前有一個 也滿有趣的一個案子 那是台鐵 然後有一個旅客 他其實本身 他自己是老師 那個老師是這樣 就是他那個晚上 讓末班車從屏東 然後坐到潮州 然後他就是 就通勤嘛 然後牽著他的腳踏車 可是台鐵是這樣 就是說你腳踏車 不是說你想要坐哪裡 就可以坐哪裡 對 你要到腳踏車指定車廂 專用的車廂 專用車廂這樣 那但是呢 這一個老師呢 他就是堅持 他要載他喜歡的車廂 不可以啊 他這個指定車廂在這邊 他就一直往左邊走 所以那個服務人 他就追上來說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要讓我來引導你 我們有一個指定的車廂 對啊 然後他就很兇的 跟那個服務人員說 走開啦 你們這個 這個只會擋我的路了 我就是要往這邊走 那輪到最後呢 那個車子 台鐵的車子這樣 他都有扳刺掉 如果你今天在那邊輪 然後那個車子 沒辦法開的話 就會誤點了 所以那個副站長就很急了 副站長就趕快跑出來 就跟那個老師講說 老師不好意思啊 那個 就讓我們來引導你啦 然後我們來服務你 然後你今天我們到那個地方去 那地方也都沒有人 都很好 那個老師呢 就是脾氣很壞 他就說 走開啦 走開啦 你們都不要來擋我啦 他就堅持就對了 然後就跟那個副站長 槓起來 然後這個副站長呢 他也不是個省油的燈 他可能那天 他情緒也不太好 他說 就最後一班了 然後你又誤點誤點 他還要再寫報告等等的 對啊 要不要下班啊 所以他當下呢 一方面叫警察來處理 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直接跟這個旅客講說 請你下車 可以這樣喔 對 然後當下那個 對 那個 當下那個旅客的表情 就是跟你一樣 老師 可以這樣嗎 解除 運送契約 所以說他就奇怪 我今天在跟你買票的時候 我們買票是這樣 我們買票可能他是投錢的 或者是在票務買的 或者是說你是刷 他需要證件啊 對 你基本上呢 你買票 你不會簽合約啊 不會啊 那那個合約哪裡來 我跟大家分享那個 一個狀況就是這樣 你今天跟台鐵在買票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法律的行為 對 法律的行為裡面呢 它有兩個意涵 一個是民法裡面的 有一個運送的合約 如果你今天甚至 他是運送旅客 所以他就適用民法裡面 運送的這個規定 另外呢 台鐵他自己有 他自己的規章 他自己有他的契約 當你跟他買票的時候 你就要按照他的契約總 那按照民法的規定裡面呢 如果在這個運送的過程裡面 你有去妨礙 阻礙 阻擾 運送的過程 且不經這個勸告之後 你不聽這個勸告的話 他是可以跟你 對 所以說 當下就要處理 那旅客就愣在那裡 他說 你跟我結出合約 那你叫我坐什麼車回去 騎腳踏車啊 對 旁邊的旅客就說 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 對啊 你這邊就方便 到最後呢 被帶到外面去 然後自己騎回去這樣子 對啊 這種真的不能姑息啊 對啊 就像飛機上有人搭飛機 在亂鬧的時候 這也是馬上可以 請他下飛機的 沒錯 澳客啊 這種不講理的時候 真的要拿出法律的一些嘗試 來對付他們 那另外當然就是 店家也要有自己的一些 危機處理的方法 沒錯 對 因為其實現在消費意識高漲 他們都覺得 我的權力很重要 然後很多遇到一點點的糾紛 他們可能就會喜歡 把這樣的經驗PO到網上 讓大家來公審 而人性就是特別 對於這些弱小的 或者是相對弱勢的人 會覺得比較同情 那當然就是 販子可能會覺得消費者 譬如說老弱婦孺啊 所以這個時候店家 他就要知道 怎麼自我保護 對 舉例來說 達成交通工具戴口罩 今年因為 開始 開始規定大家戴口罩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忘記 不見 那你就硬要上車 就很麻煩 之前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捷運上面 因為有一個個頭 非常嬌小的乘客 他忘了戴口罩 那當然保全就要去制止他嘛 對 所以不能上車 這個乘客呢 他偏偏要 所以他就把它 就是制止喔 就是那被制止了呢 他很不爽 他開始對那個保全 拳打腳踢 那你知道保全就是一個 比較壯碩的男子吧 但他也不可以 動手帶人 那個女孩子是比較嬌小的嘛 所以如果你光看說 這個兩個身分 你一定會覺得說 你大欺小的男欺女對不對 可是呢 旁邊路人就開始拍了喔 對 就拍說 這女生開始打那個保全 對 而且呢 保全完全不還手 他打到 保全的眼睛都飛掉了 保全還不還手 保全還跟他講一句話說 沒關係我讓你打 你打完 你發完脾氣以後 你還是不能上車 請你離開 因為你不能上車 結果那個人 他就一直打一直打 我跟你講那影片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打了至少兩三分鐘有 保全都沒還手 他頂多是做一個安全性的 制止他 所以呢 幸好那個保全 他採取的是 這樣子的對話跟動作 對 所以整片影片 被PO上網跟新聞的時候呢 大家完全是一面倒的 去支持那個保全 當然啦 對 不過這保全也是有看過的 如果打他的對手 長得像劉少民律師這樣 他可能就不會選擇說 沒關係你打 那個影片我看得到 那保全 他保全很高大 所以他就用手 一直撐 會吞著那個臉 然後你就 一直都... 他就打包他的臉 就是打包他的臉 是 好辛苦喔 對 所以其實 如果同理課證 你如果是店家的時候 第一 你一定要自保 你不要讓你被拍到的東西 看起來姿態是你在大欺小 或者是你用比較強勢的態度 去欺負別人 所以你的態度一定要好 我舉例來說 你如果是店家 那你可以先不針對 這件事的對錯去爭執 你可以先說 對於你這次來店裡消費 有不愉快的經驗 我感到非常抱歉 對 這個經驗之所以不愉快 並沒有顯 我們還沒有去定義 真正的錯 但是你有不愉快的經驗 發生在我的店裡 我很抱歉 我們的服務不滿足你的期待 對 但是不代表 我在這件事上面有做錯 至於有沒有做錯 大家可以也許掉路 所以態度上先 對 至少你不要在第一時間 就跟他爭執 激怒對方 讓對方會覺得說 我要跟你吵到底 爭到底 沒錯 那再來剛剛提到舉證 對 舉證你要錄影 那你讓這樣子的影片 就至少你可以自保說 他錄他的 你錄你的 說不定我們可以錄到 不一樣的角度 沒錯 然後你的態度跟行為動作 要保護好自己 我們都認識了一個 非常帥的酒吧老闆 是 他很會自保 因為你知道 在酒吧裡面喝完酒 你知道有一些女客 狀況很多 女客就飛撲上去了 對 又抱 又牽手 又... 我是妳樂婚 我是說是你 是 對 然後我看過那個酒吧老闆 他就是 只要有女客抱他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然後趕快說 我老婆在旁邊 去提醒那個女客 然後再舉一個例子 其實可以把危機化為轉機 對 這個是最重要 而且最需要智慧的 對 有一個湯圓的廠商 然後他們配合的廠商 最近因為有一些風波 被網友就全部在網路上 要大局地抵制這個湯圓 那問題是說 這個湯圓的廠商 其實很無辜 他只是某一個原料的合作廠商 那怎麼辦呢 那他就只好說 好 那這一批我自己下架 我不賣了 大家知道 冬至是湯圓的熱忌耶 我不賣了 那不賣怎麼辦呢 那湯圓都已經做了 他說好 我這一批改做公益 任何有需要的弱勢團體 或者是任何的團體機構 你只要寫信來 我們就會依照你們要求的數量 寄罰給你 他改做公益的捷贈 他就把這個轉為他的一個 行銷費用 而且他其實是節稅的 對 那轉換了他的一個形象 因為反正他賣也賣不掉 因為已經被抵制了 所以其實他這樣這一步 算是滿聰明的 沒錯 好 所以今天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就是在營業上面 你可以有一些自保的行為 也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今天也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